要让小朋友快乐健康长大 父母亲从小的陪伴很重要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 特别参加社会处 在暖暖亲子馆举办的 爸爸快闪同乐会活动 带来自己女儿小爱最喜欢的 企鹅故事绘本 亲自读故事给其他小小朋友们听 分享好绘本好故事 除了宣导性别平等议题之外 也宣导爸爸和子女之间 陪伴共读很重要 可以鼓励更多的爸爸们出来 说故事给孩子们听 当然妈妈是最重要的家庭的依靠 但是我们会鼓励更多的爸爸们 也多讲一些绘本故事 给不只是家里的孩子 还有暖暖亲子馆这边 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好 那我今天也挑了 小爱最喜欢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 包括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渊祥 以及社会处长杨玉昕 和暖暖区三位市议员 李敏勋 莲恩典以及陈冠宇等人 都亲自参加这项活动 市议员们都很支持 也希望市政府可以持续让暖暖亲子馆 更好更方便 让家长带着孩子来这里 目前到我们暖亲子馆的这个公车 可能是比较 大家没有办法有一班公车 直接到我们亲子馆 那我们未来也是希望说可以来跟公车处这边 或者说交通处这边来做密切的讨论 希望说能够有专属的车可以直达到我们暖暖亲子馆 让更多我们的家长们 更多爸爸妈妈知道说这个地方 那进而进来我们暖暖亲子馆 有机会跟孩子亲近的相处 其实这件事情其实它非常非常有趣 很多爸爸在开始讲故事的时候 他会担心不知道怎么讲 那但是他讲了三十秒 讲了一分钟他会发现 其实跟孩子的故事是简单跟他可以达到 那这件事情是我们在落实 就是我们要讲亲子平权 很好很好的方式 看到有些阿公阿嬷陪伴孙子 来到现场 我想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以后的场域 必须要再增加 我想让更多的人能够来体验 也能够协助这些 特别是上班的妈妈 让阿公阿嬷有一个 让幼儿有一个很健康 有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让他们来成长 小外爸爸很有小朋友缘 小朋友边听故事也主动靠近小爱爸爸 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强调 未来将在各区设置 80到100坪不等的室内型游乐场 让亲子同乐是施政的目标之一 大概是80坪到100坪大小 然后有邮具 六滑梯 球池 气球屋 超级市场等等 这个我觉得我们在积极的推广当中 我们希望在三四月 就有一些初步两座左右的进度 到时候再给大家来报告 那相信小朋友会喜欢的 除了读故事绘本之外 现场也安排大家 手写许愿活动 让暖暖亲子馆如何可以更好 谢国良希望增添更多的 妻儿绘本 另外也和小朋友们玩 亲子手绘兔子迷宫游戏 社会处长杨玉心呼吁家长们 多多带着孩子一起到各区的亲子馆 绝对可以增进亲子关系 像今天的这个活动我们会看到 它非常有创造性 就是让大家思考 你自己来设计一个迷宫 然后画的时候你就要有逻辑 你就要开始思考 然后你这个娃娃要走什么路线 它会好玩 然后又能走得通 这些都是有创造性的一个学习 所以亲子还可以一起工作 所以这样的一种简单的活动设计 又很有趣 这个是让孩子们的多元能力的发展 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的赔力 所以我觉得很棒的活动在这里 非常多 欢迎更多的爸爸妈妈 带着你孩子 一直到我们的亲子馆来体验 来学习 来享受快乐的亲子时光 最后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 也致赠参加活动的每一位小朋友 一本绘本作为礼物 也和办理活动的社会处团队 亲子馆人员以及市议员们一起合影 感谢大家的辛苦 让这场活动圆满顺利成功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